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3、00、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组最后一轮比赛 日本和西班牙将在哈利法国际体育场交锋 这次给大家整理了日本VS西班牙预测结果分析 供大家参考 日本VS西班牙小组比赛中最终比分预测为0比1西班牙获得胜利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小组在名单已经进行公布 日本队和西班牙队被分在了一组进行比赛 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作为亚洲地区里面非常有实力的足球队伍 在世欲赛比赛中成功击败了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 并成功晋级到了本次的世界杯比赛中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七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比赛环节 日本对本次对战的是目前世界排名第六的西班牙队 在两队的实力来说西班牙的实力会更强一些 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作为亚洲最强的一支足球队 在亚洲区也是参加世界杯比赛排名第二的足球队伍 并且三次进入世界杯的16强 分别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三次比赛中 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现在在世界的排名是第24名 在历史最高的排名成绩是在第9名 目前日本队的队长是吉田蚂蚁 他曾经效力过多家俱乐部 最终加入到了日本国家队有着非常丰富的球场经验 曾经在2011年跟随日本国家队获得了第15届亚洲杯足球赛的冠军 相信他在本次的世界杯比赛中也能发挥出非常好的足球水平 带领日本队获得更好的成绩 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是欧洲区非常强的一支球队 相信球队在众多明星的价值下能够在本次卡塔尔世界杯中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本次大名单中佩德里也在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中 佩德里有非常丰富的足球经验 在曾经效力的俱乐部中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 并且在2021年获得了欧洲金童奖和科帕奖两个奖项 相信他在国家队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比赛中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西班牙历史战绩 西班牙队是欧洲传统强队 球队曾经三次夺得欧洲杯冠军 2010年夺得世界杯冠军 历史上西班牙队也有着非常不错的战绩 在1950年世界杯中球队最终排名第四 1964年西班牙夺得欧洲杯冠军 1984年欧锦赛中 西班牙获得亚军1986、1994和2002年世界杯球队都杀入八强 2006年球队止步于16强 1998年和2014年西班牙哲己小组赛 2018年球队被俄罗斯挡在了16强的门外 欧锦赛方面西班牙近年来发挥十分稳定 1996 两千两届欧锦赛球队都打入八强 2004年球队未能小组出现 2008年和2012年两届欧锦赛西班牙全部夺冠 2016年西班牙被意大利击败直步16强 2020年西班牙则在半决赛中点球不敌意大利 日本历史战绩 日本队近几年在亚洲足坛集聚统治力 球队曾四次获得亚洲杯冠军 五次获得东亚足球竞标赛冠军 在世界杯历史上 日本队的成绩并不出色 这是他们第七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 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中 日本三战全败小组垫底出局 2002韩日世界杯中 日本在小组赛2-2战评比利时 1-0击败俄罗斯 2-0击败突尼斯小组出现 但是1%决赛中球队0-1不敌土耳其 直步16强 2006德国世界杯日本再次小组垫底出局 2010南非世界杯中 日本队利亚丹麦小组第二出现 但是在1%决赛中点球不敌巴拉圭 2014巴西世界杯日本队一平二副小组垫底出局 上一届世界杯是他们的高光时刻 球队小组赛利亚波兰和赛内加尔出现 1%决赛险些先翻比利时 但仍被对手逆转 不过也得到了尊重 日本vs西班牙有哪三大比赛看点 看点一一组的晋级形势并不明朗 目前西班牙队以一胜一平 战绩排名第一竞胜球加7 累计4级分 日本队以一胜一副战绩排名第二竞胜球0 累计3级分 哥斯达里加队以一胜一副战绩排名第三竞胜球6 累计3分 德国队以一平一副战绩排名第四竞胜球1 累计1分 单论小组出现形势来说 以上四支球队均有机会 其中西班牙队晋级的可能性最大 赢球便能锁定小组第一 打平日本队也能出现 但是排名需要是情况而定 一旦输给日本队 则需要是德国队与哥斯达里加队的比赛结果而定 日本队要想确保出现 只能全力争胜 一旦输球则出局 打平则需要是德国队与哥斯达里加队的比赛结果而定 竞胜球或者比赛胜平复 由此可以得出西班牙队输不起 日本队想要赢 结果会如何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看点二 日本队主帅孙宝宜做何调整 上一场 日本队在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 以0比1爆冷 布迪哥斯达里加队 赛后 孙宝义遭到了日本队球迷的质疑 甚至喊出了孙宝义下克的呼声 那么此一面对实力更加强大的西班牙队 孙宝义带领的日本队表现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点三 日本队能否完成复仇 赛前 日本队后卫富安建阳 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球队想要报奥运会 输给西班牙队之仇 东京奥运会半决赛 西班牙队在加时赛中 打入制胜进球 最终以1比0险胜日本队 日本队与西班牙队的比分 预测如何 一 实力层面 日本队总身价为1.51亿欧元 位列32值参赛球队中的第25位 西班牙队总身价高达9.05亿欧元 位列32值参赛球队中的第5位 此外 在现世界排名中 西班牙队高居世界第7 日本队则排名世界第24 由此可见 单从纸面实力来看 西班牙队绝对在日本队之上 2. 球队禁气状态 在禁食场比赛中 日本队取得5胜2平3副战绩 累计打进18球 丢8球 净胜球为10球 而西班牙队取得6胜3平1副战绩 累计打进24球 丢7球 净胜球为17球 不过考虑到西班牙队面对的对手 实力更强 大多为欧洲强队 所以西班牙队要表现得更好一些 3. 球队战役 理论上讲 西班牙队只要不输球 便能晋级 所以目标是保平争胜 但是考虑到 如果西班牙队排名小组第2 极有可能对阵F组的第1名 有可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队 鉴于此 西班牙队大概率会使出全力迎战日本队 至于日本队 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击败西班牙队 才能确保球队晋级 再加上想要复仇的心态 其取胜欲望将会无比强烈 总体来说 日本队更占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队多年来一直学习的是 西班牙队的传控打法 此意 日本队必然会让出球权 主打防守反击 因此 单从场面上来说 西班牙队将占据主动权 而日本队将司机偷球 例如 在奥运会比赛中 西班牙队的控球率高达68% 日本队仅为32% 综合以上几点 本场比赛 依旧看好西班牙队为了确保晋级 且小组排名第一 击败日本队 胜负方面 优先选择西班牙队胜 比分方面 可以考虑西班牙队3-1-2-1-1-0 日本队比赛会摆出铁桶阵 所以可以防个0-0 不过面对西班牙队的强势进攻 日本队难免无法招架 再加上日本队急于进攻得分 恐怕会忙中出错 最后想说的是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 毕竟比赛结果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切不可盲目跟从 那么 你认为 比赛结果会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说出你的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